他是唯一的一瓶 他是當時在那個蘇聯跟烏克蘭打仗的時候 他這個老闆是挺烏克蘭的 所以他賣這一瓶 然後就把錢捐給烏克蘭 喔有這樣的故事喔 然後這一瓶還講話 你看一下小小一瓶還60萬 喔喔喔 21.60萬 喔 歡迎各位觀眾 收看全新企劃威士忌投資學 今天要帶各位來到 淡水的一元豪宅 而且一元豪宅的主人呢 可是我們九夜的老江湖 他是以酒致富喔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他的一元豪宅 走 GO 你等我很久喔 你在我門口等我很久 為什麼要在外面開箱比較久 這是 歡迎歡迎歡迎 這就是我們的孝木童董事長 陳春安 這就是他的一元豪宅 是一元喔 他家很大非常非常大 而且佔地216瓶 200瓶的豪宅多遠 還沒到 不是206瓶嗎 216啊 他那個10瓶是廁所 你把那廁所就拿掉 那怎麼行對不對 好了我們先進來喔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他的這個天花板 這個天花板是不是你巧思 就是用你的那個橡木桶的元素去做的 這個是跟那個外面的淡水盒結合在一起 它是一種這個波浪 一種浪瓦 它是像一個海鷗一樣的一個造型 我據我所知啦 你是不是裝潢有超過一年的時間 超過一年的時間 而且你花了3000萬去裝潢 對 而且裝潢到現在你還不滿意 準備想要把它打掉對不對 不可能 哈哈哈哈 社長來開箱也不放過挖坑給董事長 再來我看到就是這個地毯 這個地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很像一個島嶼 專門為這個皇子製作的 它是一個手工去編織的造型 就是跟外面的結合 這個地毯多少錢 要不要300萬啊 不用啦 很便宜啦 差不多將近200萬啦 喔我的老天啊 而且更厲害的地方是 就陳董這個家裡200坪以外 我們的左手邊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個餐桌 這個餐桌就是它的家宴 然後它餐桌裡面的後面 後面其實還有兩個客房 我們現在一路再往下走 我們來到這個餐桌 我就想得到一件事情 地震的時候 那這怎麼辦 因為地震的時候 把燈管 前路把它打碎掉 董事長沒有全部拉 還有很多根很完整 它掉了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打掉 本來是非常豪華的 這個很重欸 你這樣子感覺在摸那個什麼頭 哈哈哈哈 斷頭都是因為 那個今年大地震的時候 互相敲到對不對 敲到 是因為這邊是25樓 所以搖晃的特別是 超厲害 因為我們這邊是樓上的 地震是7級 樓下是4級 欸那住在25樓很恐怖欸 超恐怖 那你有沒有想過 把這邊那個賣掉算了 啊不可憐啦 這邊是很難找到 這個最好的景點 而且我覺得淡水來最高樓 就是這一棟對不對 這邊是25樓 那事實上它還扮三腰的大樓 結合下來應該有超過30樓以上 對除了這邊是那個舉辦家宴 就是邀請很多的 這個比如酒商啦 或者是外國客戶啦 也可以來這邊一起吃飯對不對 對對 一個招待所的一個概念 對啊 那是誰下廚 呃外匯啊 哦我就想說奇怪 你問了什麼問題 我們都叫Pizza Hut啦 打美樂啦 差不多差不多 麥當勞啊 在這裡享用的外匯配美景 確實厲害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家裡面 竟然還就是桌上自備這個電池爐 好想在這邊煮一個什麼螃蟹鍋 可以喔可以喔 陳董說可以 趕快進起來 你要來的話我就去採買 幫油辣外匯一份鹹酥雞 好再來我們要進到什麼 進到我們的客房對不對 來來來 陳董家這個客房非常非常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跟汽車旅館一樣 浴缸竟然沒有門 來進來 而且進來就算了 還送一個魷魚 你看這個客房是不是很厲害 完全沒有那個門對不對 這個浴缸在這邊 然後他這不知道是幹什麼 有天后是幾號 對聽說是設計 就是設計師的巧思 你為什麼想要把它設計成 像那個 汽車旅館一樣 他說因為他當年就常去 哈哈哈哈 所以 回味用的 對所以他這個客房 就重現他當年回味的那個樣子 不是啦 你們不要忘記 是給客人享用的 哦 他給客人享用 他在門口外面聽聲音 哈哈哈哈 陳董還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 是因為在這個客房裡面 還準備了什麼 他覺得衛生紙 給他們客人 賣賣啊 這是很貼心的一件事 再來客房進來 我認為第一個亮點 先看右手邊 這個浴缸 我超喜歡這個浴缸 因為陳董本身喜歡打高爾浮球 所以他這個浴缸 直接看到對面那個就是高爾浮球場 在這邊浴缸泡澡啊 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個陳董他常常說 把這個水放滿 這給小孩子用的 哈哈哈哈 陳董反應很快知道 這個小禮會不斷挖坑 然後再來這個客房的另外一邊 海景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view太棒了啦 尤其早上起床很漂亮 該不會還可以看到夕陽還是 夕陽都可以看得到 哇為什麼今天沒有 今天是陰天 很漂亮欸 而且他這邊那個 整個那個出海口 就是你所謂的風水鞋 叫那個雙龍土豬 吐口水 海岩滾滾在進來 好燒 果然你知道嗎 董事長看的角度跟我講 看都不一樣 我看的是吐口水 他看的是財源滾滾在進來 這就是我們的格局差太多了 我看了一個東西了 什麼東西 這個 這邊怎麼也有茄子 對啊 這個茄子是可以亮的嗎 對 就這樣子 就這樣嗎 可是它是亮上面啊 裡面沒有亮啊 它本身不會亮啦 我們每次小地震 這邊會 啪啪啪啪 啊 又地震了 其實我來就是你的房間 我一直很想 就是看你收藏的帽子 大家知道 陳董的帽子有夠無敵多的 你的帽子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看到 好 我在這裡 這是夏天的 哇塞 哇塞 帽子超多 好了 不要再觀察陳董的帽子了 欸 陳董 我從剛剛進來開始 就發現你們家有好多這種小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收集的嗎 出國的時候順便買 所以都是國外的 對 都國外的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國家 都買一個紀念品 像這個是在比利時買的 你知道他是誰嗎 人事的小經理 欸 對對對 像這個是在埃及的 所以你有去過埃及啊 對啊 那我猜一下 這個是你去西班牙買的嗎 有可能 像這個是在波蘭的 因為波蘭是印裂之都啊 它有手風琴 有吉他 那給社長猜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來 社長猜一下這個 是去哪一個國家的 這我知道啊 好市多有賣啊 非空有衛生紙可以衝出來的那個 是不是 它的智力啊 我們連校園那麼多 所有的觀眾朋友在等什麼 你知道嗎 阿到底陳隆酒在哪裡 對 到底在哪裡嘛 是不是 是不是 看了這麼久了 要去這種頭戲了嗎 對 來來來來 來 各位 我今天就把陳隆關到裡面了 這250萬 總共收藏三瓶賣掉兩瓶 而且陳隆有一個投資學的概念 他想說威士忌買回來對不對 就是要賣的 對 要增值 而且你一直放放在家裡對不對 只是紙上富貴而已啊 那是要賣的 那你有沒有哪一瓶覺得還不錯 要送給我 這 這個關鍵是 陳董聽幾萬次了 已經變成反射動作 步步步 你看他那個臉 像這一瓶喔 他是唯一的一瓶 他是當時在那個蘇聯 跟烏克蘭打仗的時候 他這個老闆是挺烏克蘭的 所以他賣這一瓶 然後就要把錢 煎給烏克蘭 有這樣的故事喔 然後這一瓶才講話 你看笑笑一瓶才60萬 哇 21.60萬 那你還買喔 不過盲點原來陳董是接手的 唉唷他是唯一的啊 喔有道理 因為 就他只有一瓶嗎 對對對 因為買這種東西 一定要買唯一的 他才有價值 如果很多的東西 就沒有價值了 像這個 Promo他做得很好玩 麥卡蘭做得很好玩 但是Spring Bank 他東西 他東西都是很標準 自制化的 他酒就是很貴 對所以其實在 投資威士忌的概念 就是第一個 剛剛那個陳龍講就是 要吸油性 所以這就是吸油性 而且Spring Bank 在蘇聯來講的話 他是最值得收藏的一個品牌 喔這瓶 這瓶其實他 十年三萬 這瓶就是他那個 最有名那個Locobody 對對對 你也懂的 董事長 你跟螢幕前面的觀眾朋友講一下 本人是 另外一個職業是 酒訊雜誌的這個 社長 社長 這什麼你也知道 這套BOMO 以前我代理BOMO 他這個就是一套 這個商品 現在加起來也要150萬 所以你也是屬於 那種分手就算了 我這個現實主義的 結束代理就分手就算了 就買來賣就算了 不要留戀了 好馬不是回頭炒嗎 但是 哈哈哈哈 完蛋陳董 招架不住突然雨色 不要壞人家 像有些東西啊 會保存 一瓶兩瓶來做紀念 所以其實 在這個小酒櫃裡面 你其實已經賣掉一半了吧 賣掉就 新的又進來了 這個 這個BOMO也是我 以前代理的 三瓶一組的 其中有一組 我把它賣掉了 可是再補回來 一瓶要補六萬塊 我就不要買 因為我在賣三千而已 啊 品牌的價值很重要 像那個麥卡人有品牌的價值 那個Spring Bank它有價值 像這個三十年代 一瓶這十幾萬 這是我們董事長的收藏 那它除了在這邊收藏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地窖 真的嗎 真的 它不讓我們看 它有一個地窖 地窖在哪裡 這地下挺有場 沒有兩台車 董事長 董事長你把麥卡人72年放在地上啊 哈哈哈哈哈哈 社長 你再吃啊 再喝啊 你幹什麼東西 我在幫你按摩啦 哈哈哈哈 這個很流行是這樣子 來 欸 你有力欸 等一下 來換我換我 欸 你上去嗎 上 上 你在 收 只是完全不會見生器材的人 董事長這邊幾樓這邊 26 26樓 所以你們26樓就有這樣的游泳池 對 所以這邊算是天頂游泳池 就是無邊際游泳池 難怪你會代理雲頂威士忌 雲頂天頂 都喜歡在頂樓 哈哈 你會在那邊游嗎 會啊 認真問一個你是真的會游泳嗎 我真的會游泳啊 我就會打高球不會再游泳 那我們要 我們要拆輸了就下去游 哈哈哈哈 鐵刀石頭布 好下去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陳董事長的一元豪宅 一元豪宅 所以呢 我們還是不免除了要詢問我們的陳董事長 就是我們講賣酒哲學 就是如何以酒致富 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第一個部分 我最清楚的 我在20年前在採訪你的時候 你就說過賣名牌 才有名牌對不對 那你現在經過了20年以後 你還是要賣名牌嗎 對啊 所以說代理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是代理業 跟一般的通路業不一樣 一般的燕磚叫做通路業 代理業我的門市是屬於推廣中心 品牌的推廣 賣名牌才有明天 就像雲頂 光賣一個雲頂 它一天就可以賣一千萬 厲害厲害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去所有橡木桶的門市 你會發覺到一件事 每個橡木桶門市 在這近幾年來都有推廣中心 你都把所有的這個門市 的二樓或者是其他地方 你把它擴大變成一個教育 你怎麼會在這幾年來 變成用教育的方式 因為推廣一定要靠教育 教育是很重要 所以說在我們公司上班的話 它必須要學習 才有辦法把東西推出去 跟一般的通路上不一樣 通路上它是一瓶酒賣多少錢 它對裡面的知識比較平滑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成品的特色 一瓶酒的背後的故事 所以其實剛剛講 賣名牌才有明天 然後要持續的去教育 持續的去推廣 你才能在酒的這條道路上 可以走得很順遂 像陳同市長一樣 可以買到一元豪宅嗎 其他的 對不起 我有一個東西 其實是我自己想要問 就是威士忌在這個時間點 值得投資嗎 大家都不敢行動 因為在過去兩年前 疫情的時候 高價的酒 收藏酒都賣得很好 可是今年特別的奇怪 對 因為大家都 都保守 我換一個角度 是這個時間點 可以逢第一買進嗎 你認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算第一點嗎 最好是不要了 因為我是良心的一個商人 我都不會告訴你 現在這個低點 這邊 現在買酒是要喝的就可以了 收藏的話 再過一段日子再收藏 所以其實陳同市長也是有良心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 買來就是買來喝 但是收藏在人人 因為畢竟我們高點剛過 要盤整盤整 對 收藏家他可能當初買貴了 他現在要放手 捨不得放到低點 所以還會一直持有 慢慢降低再買 對 或者是 你說你要降到很低很低 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的概念是 威士忌未來也只會越來越貴 他不會越來越便宜 我認為威士忌不會有這個趨勢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 只是覺得 好像破盤價 或是低點 那都是補飲酒款 高價酒款 他一樣還是在高點 因為品牌就是品牌 品牌來講的話 像那個比較頂級的品牌 他價格是居高不下的 他不會說為了那個市場 他會把價格拉下來 我當時講說雲鼎 他價格永遠都在漲價 他每年都在漲 是不是因為雲鼎 他自己本身量也很少 因為他是全世界在搶購 有供需的問題 對啊 台灣還算是比較有良心 賣的價格還是低的 像一樣的十年 韓國一瓶要5000 我們2000基 難怪韓國呢 差一倍 常常來這邊買酒的都有上新聞 所以說就是來開箱我們 陳總事長的這個議員豪宅 那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看到了那個原來您可以以酒致富 相信我 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算一下給我三年的時間 我就會住在你的樓上 他樓上是游泳池 哈哈哈 各位 那我們就影片就到此結束 因為我們記得要幹嘛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咱們的李耀師長的影片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下禮拜託 我們下禮拜託 我們下禮拜託